多年的交易经验和数百次的复盘 我总结出了胜率最高的 能经常盈利的九种形态结构 接下来我要用九分钟的时间 全部告诉给各位 哟 我来了 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 第一个是2B结构 2B交易结构的准确性非常高 它可以做逆势交易 不过逆势交易不能一看到就进场 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交易方向应该顺应大周期趋势 而与小周期相逆 其次 结构要处在周期性趋势行情的末期 比如三浪小五浪走势这种 最后 要是末端的盘整形态 盘整的时间越久越好 2B形态的核心 就是突破这个形态后的反包 出现得要非常快 越快胜率就越高 最好是一根K线 不能超过两根 将盘子洗掉之后 行情快速运行 这才符合是大资金入场的信号 只有大资金才可以推动行情的运动 所以我们跟随其获利的胜率就非常高 2B结构不常见 见到就是好机会 第二个是威克夫交易法中的强势出现模式 这种形态指导心非常强 也很容易制造出空头氛围 等到价格接二连三的上探都被打掉 多头的信心会被一次次的消磨 同时也让散户吃到了做空的甜头 从而形成操作的习惯 让这些散户持有大量的空单作为对手盘 最后强势突破后 对手盘都会成为燃料 去推动价格上行 强势出现模式 指的就是主力经过一系列的吸筹后 冷清的市场开始放量 有个公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就是前提条件 加上中轴上方加上放量 就等于强势出现 这是2021年5月19日 比特币的4小时级别图表 价格下跌到前期密集成交区的低点附近后 遇到支撑 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相体震荡 在这个过程中 波动率屡创新低 市场也是普遍看空 经过两个多月的多空换手 筹码已经非常的集中 等到7月26日 价格放量突破中线后 就开始了第二轮的趋势行情 这就是强势出现的形态 如果各位认为 价格放量突破中线还不太稳妥 也可以采用双突破的思路 等到价格再次放量突破箱体的上沿 再考虑入场 不过这时候入场 就会错失一些利润空间 第三个是斜波形态 这是一种通过特定的价格运行模式 和斐波纳契比率 找到图表中反复出现的 具有一定规律会反转的位置 尤其是加特利模式 对反转位置的预判 可以说准得吓人 加特利模式是一种 由两次斐波纳契 0.618回撤构成的形态 B点位置的实体柱或者引线 一定要触碰到 0.618XA位置 但是不能触碰到0.786 C点一定要超过0.618AB 但是不能超过A点 两个规则满足后 我们就可以在地点去入场 D点有三个位置可以选择 第一是可以在 0.786XA回撤的位置入场 第二是可以在 AB约等于CD的位置 第三是1.272AB的扩展位置 由于价格不可能 每次都不偏不倚的到达地点 我们可以选择在 地点附近分批入场 止损就设置在X点下方 止盈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 第一盈利目标 设置在0.382AD附近 第二目标是 0.618AD附近 第三目标 可以设在更高的阻力位置 进入空头的规则正相反 第四个是 2618的双顶双底结构 比如双顶的2 就是两个顶 618指的是 价格走出双顶后 跌破了双顶的颈线 之后跌势无法持续 先反弹到整个涨幅的 菲波那契0.618后 再继续下行的走势 双顶结构出现在下跌趋势中 作为下跌中继的准确性较高 如果作为上涨行情中的 逆势结构 准确性就差一些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处于各种趋势行情中 形态的价格演变 趋势的辨别最常用的 就是均线和高高低低点 2618的双顶结构 如果出现在上涨的中继 准确率就会很高 2就是指的双顶 618指的是 价格走出双顶后 突破了双顶的颈线 但是之后 涨势无法持续 先回到整个涨幅的 菲波那契的0.618后 再继续上行的情况 第五个是头肩底和头肩顶结构 头肩底是最常见的 三重底反转形态 小级别和大级别中都很常见 不过4小时级别的形态 确定性最高 复盘可以发现 这种形态出现突破后的涨幅 经常与头肩的深度相当 比如比特币4小时级别图表 出现一个头肩底形态 颈线位置在39300美金附近 头部在34300美金 幅度测量后是12.7% 而突破颈线上涨的位置 到了45300附近 涨幅是14.4% 幅度非常接近 小级别的头肩底 比如15分钟或者1小时级别 上涨过程中出现的头肩底 就是常见的洗盘形态 下跌过程中 小级别的头肩底 往往会出现一波反弹 但是由于大级别的趋势压制 小级别的走势突破颈线后 往往没有办法形成 比较连贯的涨势 形成趋势行情 头肩顶与头肩底的形态 正好相反 这是一种三重顶的反转形态 同样是4小时级别的形态 确定性最高 跌破颈线后的跌幅 也经常与头部的深度相差不大 第六个是最经典的上升和下降三角形结构 上升三角形 就是上升趋势中出现的三角形结构 支撑的低点在不断地上移 阻力位置却变化不大 这就表示多头订单在稳步推进 消磨着阻力订单 四级突破 不过这种形态 由于辨识度太高 信号只要出现 就会有很多的交易员在突破前买入 这就会导致突破后的获利盘过多 所以这种形态突破后 价格上升一段幅度 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回撤 插针跌回原位的情况经常出现 所以 这种形态 适合做15分钟 或者一小时这种小级别短线行情 吃到一段动量突破的幅度就离场 或者只做那种大级别图表中 震荡时间持续非常长的末端行情 只有多空换手非常充分的情况下 走势才会持续运行 第七个是骑行结构 同样适合做小周期级别的行情 如果经过连续上涨 或者一根大阳线之后 15分钟图表出现了这种骑行整理的形态 则涨势延续的概率就比较大 骑行整理的类型有很多 但是这种形态的中继效果 要比其他形态的准确性高 以上涨中继为例 典型特征就是有两次回调 其中第二次回调 必须跌破前面的第一次回调 而且往往下杀的力度较强 但在杀完后快速收回形成骑行 这种形态在主流币中很常见 第八个是阶段的前高前低 当价格跌到之前一段走势的最低点附近时 经常会有错过前面低价位的人会选择进行买入 其实比特币跟超市里的商品是一样的 比如超市的牛肉打一折的时候 购买的人就是要比不打折的时候多 甚至会有人因为价格便宜 而进行大量的囤货 导致后来的一些人想购买的时候 已经没货可买 等过一段时间 牛肉再次出现打折促销 前面没有抢到牛肉的人再见到 大概率就会争相购买 这也就是价格跌到前一波段的低点附近时 量能会明显增加的原因 这也是这个价位附近买单和凭空订单 明显增多的表现 订单的堆积过多 就容易使价格出现反转或者反弹 前高与前低的概念类似 前高指的是 手里有筹码的人 不认为价格会再创高点 担心再次错过这次高价卖出的机会 从而选择挂单卖出 这种位置附近的抛盘分布就较多 会形成比较大的阻力 第九个是斐波纳契回撤的位置 我们选择 Trading View侧边工具栏中的斐波纳契回撤 然后找到一段上升走势的波段 只需要从左向右连接趋势的低点和高点 图表中就会出现依次排列的斐波纳契的参考比例 价格 在这些斐波纳契的比例参数附近 会反转的概率就比较大 尤其是在0.5和0.618的位置 价格直到0.382算是趋势强劲 超过0.618后的回调 就表示趋势已经不太健康 这里的参考价值不是因为数值本身 而是有的地方共识很大 在市场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找到价格停止的位置 而能让价格停止的莫过于订单累积过多的地方 这可能是未成交的订单或者止损的订单 而共识就可以让这些订单聚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位置 当价格接近这些位置的时候 这些订单就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好了 娱乐节目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记得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拜拜